大批女學生走上了德荷蘭的街頭 高喊獨裁者去死 以及捍衛女性生命自由 表達對政府的反抗 路過車輛也按喇叭聲援 而在林所校園 還有女學生是脫去了頭巾 叫罵新政府的校長 然後潑水丟水瓶 把校長趕出了校園 甚至學生團體 還對前來鎮壓的伊朗強硬派民兵吼叫 完全不怕槍彈的威脅 雖然沒有人知道 伊朗這波反抗運動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但可以確定爭自由的靈魂 不再恐懼威權了